其實香港和內地只是隔著一條深圳河 為了跨越這20米闊的深圳河 我們用了155年的時間 所以今時今日的所有建設成就 和我們可以享有的幸福生活 都是來之不易的 別人問我你是不是支持這個逃犯條例 我就完全就沒有興趣 我就覺得好他通不通過 就是關那個殺人犯的事情 不是關我的事情 你為什麼一定要逼我呢 就是他們那些人會逼你去表態 那些同學用雷尺筆射我的時候 我的眼睛已經是痛 我也都怕的 為什麼我怕他們也都打我 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或者教育工作者 其實我應該有一個道德的勇氣 將社會不公義的事情就指出來 如果沒有人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整個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就會扭曲 香港都是我們唯一的家 我們香港的精神就是 法治、秩序、文明 並不是暴力、護罵、起底、報仇 當你意識到有機會被暴徒圍住的時候 然後你打給我們 我們教你怎樣去 法律上保障自己 被人撕了 被人打 甚至乎有警察被人襲警戒警 我們是可以在民事索償道 可以幫他追溯 即是 爸爸很害怕 很害怕我們被人起底 但這個時勢是不可以的 但這個香港是不可以的 我們不做 沒人做